哈喽,大家好 我们家里种的东西呢 都非常的好 种什么都长得很好 也长得非常的大 有的时候看上去 连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 我们没有用化肥 味道纯正 该甜的,甘甜 该鲜的就像撒了一把味精 原汁原味 味道好极了 有朋友问 为什么我们家的东西 长得都特别好 味道特别正 到底有什么秘密武器 其实呀 最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家的土 土好了 也就让你的情愿种植 事半功倍 所以呢 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土壤 和土壤改良 首先要了解你的土 是什么 和土 土壤的结构 我们刚买房子的时候 后月的土呢 是黏土 和乱石的混合 我夫人想种一点 西红柿 一开始呢 我就挖了一个小洞 把买来的西红柿 塞进去 就说可以 可是我夫人不愿意 说这么硬的土 西红柿的根 怎么能扎进去 结果让我翻地 说要深耕细作 我心里想 不知道从哪里 听说来的词 拿来乱用 谁乱讲呢 让我夫人听到了 给我添乱 我真讨厌 说这个话的人 不过 还是 硬着头皮 去做 我这么用鲜 使劲地挖 也挖不动 感觉就像 鲜去 铁 去铁一个石头一样 我记得 那个时候 真不想干 心里想 费这么大的劲 出个什么 买不起吗 我这样一个 高级工程师 让我干这种活 心里好 好 happy 真是受委屈啊 可是看看夫人 那期盼的眼神 真不忍心 让她失望 一天天 一点点地敲 终于挖完了 买来了 复合 有机肥 然后和她 掺在一起 结果 还真的 结出了 丰盛的果实 一尝 哇 就是不一样 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的地里 没有种过 营养呢 从来没有被吸收过 而且 这个土壤的结构 又比较 适应 这些植物的生长 所以才长成 这么好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 土壤是需要改良的 除了营养之外 更重要的是 土壤的结构 要适合根部的发育 需要 要想改良土壤 首先 必须知道 土到底是什么 是怎么来的 才能知道 往哪个方向改 改什么 那么 那么 我们一般的土壤呢 分为三类 沙土 淤泥 和粘土 沙土呢 大多数分布在山区 或者是比较 火山 曾经有过火山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沙土呢 比较接近于沙漠的一些地方 那么 所以沙土呢 所以他沙土呢 这个厚水能力 就是说 能够 把水 这个保持水分的能力呢 就相对的较低 而粘土呢 淤泥呢 而粘土呢 大部分是分布在海岸线的部分 大部分是分布在利海岸比较近的地方 淤泥呢 大多数介于中间 所以说没有被分化 或者是埋藏在底部的土 我们称之为生土 其实呢 这都是土壤形成的过程的一个结果 我们土壤呢 都是由岩石 经过亿万年的分化 水冲 冲袭 逐渐地变成小的碎石 小的碎石呢 又变成沙 沙最后又变成了颗粒 又变成了泥 淤泥呢 经过有机物和尸体 有机物的尸体 或者是植物腐烂 或者腐蚀 变成了粘土 所以呢 往往粘土 是聚集在沥水比较近的地方 由于粘土的颗粒较小 所以往往就会逐渐地渗透 于淤泥当中 而粘颗粒较大的淤泥呢 就会浮现在表面 风化 慢慢地形成了粘土 就是这样 就是生土变成了熟土 就是这样土壤形成 我们的土壤就这样形成了 上面的是浮土 下面的是淤泥 土壤一般的颜色 浮土呢 一般的颜色比较黑 而淤泥颜色呢 比较浅 沙土呢 就更黄了 就更浅 就其营养成分 那么也是不一样的 黑的粘土 由于含植物和有机物较多 所以含氮肥和各种营养部分较多 所以我们称之为营养土 因为它富有有机物的尸体 和植物的辅质 所以呢 那么经过蚯蚓 或者其他微生物的分解发酵 它们就变成了植物所需要的 氮肥的主要的来源 我们淤泥和沙土呢 还是由于有石头来分化 演变的过程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含有丰富的磷和钾 那么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就是 这个磷呢 是石头旁 也充分反映了 就是它的这样一个过程 土壤形成的过程 磷就对枝叶的开花和繁殖呢 就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钾呢 对植物的根部的 或者是植干的发育呢 就非常的重要 而氮肥呢 就是对职业的发育很重要 也正是这样 土壤形成的过程 所以地球上 每块土地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所以呢 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就生成了 不同的土壤 不同的植物 由于各种土壤的结构不一样 所以呢 物净天则 四则生存 就这样 就在不同的地点 就形成了不同的植物 那么浮土较多的地方呢 土壤呢 因为含有有机成分的地方 比较多 那么所以就生长出 叶类型的一些植物 像绿菜 叶菜 比如说菠菜 芹菜 韭菜 菜花 西红柿 豆角等等 所以它们往往都是在根部 比较浅 但是呢 根部比较大 那么而沙土地呢 则是于根部较为发达的植物 比如说 地瓜 土豆等等 所以 所以呢 每一种植物呢 所需要的土壤和土壤的结构不一样 我们如果我们想让植物生长的好 那么我们就需要给这些这种植物理想的生长 土壤 所以呢 我们需要改良 一般来说呢 我们植物所需要的土壤结构 也就是最上层的 我们叫 有腐质 有腐烂的植物 或者是有机物构成 主要的成分的 我们叫做浮土 那么中间呢 是由淤泥和主要构成的土壤 土壤 就是含土较多的部分 我们叫做土壤 那么底部呢 较为粗糙的 或者我们叫用砂石或者碎石组成的一些底土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透水性高的 我们叫做底土 那么这样的土壤结构 就提供了不同的营养结构和透水性 但又保持了一定的 还要保持着湿润性 那么才能让植物的根部发达 从而保证植物呢 茁壮地成长 好了 下个视频呢 我们谈论怎样操作来改良制土壤 那么谢谢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连结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欢迎浏览本频道上百个视频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